徐先生 徐先生 站住 站住 佳君 太怕 小老子 你去 来了 追 追 赵老爷 你终于回来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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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苏金蓉又回来了 从今儿开始 这萧家镇又醒苏了 苏金蓉 还得等这天等十月 你以为俺的姑娘可以白睡 你她娘的还真拿俺当王八呢 告诉你 你一直拿俺当草狗 使坏的作戏 把他们可算熬到头了 拿今儿去 这萧家镇姓杨了 这萧家镇姓杨了 萧家镇 太军 太军 我爹 你要明天干活 太军 走 太军 苏金蓉的私通八路的干活 她的侄女 苏建梅 就是八路的干部 我弟和我弟太太 替皇军把苏金蓉出绝了 太军 报告司令 正经的人 早就跑光了 你把他拿来 去马庄 太军 马庄的八路我弟认识 我带皇军去抓他们 小龙 是 走 前面就是马庄 前面就是马庄 走 他们穿过去 奔实力部 好 皇军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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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军 皇军 attended 成功 藉堡 皇军 岸 皇军 皇军 位 皇军 王军 皇军 皇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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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肯定是 是啥呀 又是计棋呗 计啥棋呀 以前在明朗义和全 立红枪会的时候 就是这个形式 要干脏了 这些人 现在的山口是 军事长 在国外 前进 我们 我们的 军事长 我们的 我们的 军事长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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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好吗 弄够都是啥 我老是 马英 你这回彻底成铁骨了 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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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爷们 小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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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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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娘 你叫他把我们撑住去 师娘 走啊 保护师娘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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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瞧将坏了点 让你英子哥 给马上放手 男子汉打仗 能义能牵 走 走啊 走 哈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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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泰军 这个老太阁就是瓦业的亲娘 丢下路 狼起来 老太阁给你辟了 老太阁给你辟了 带走 队长 不能去 小鬼子 你们没有好下场 你们等着 等我们都杀死了 你把你小鬼子 去了白宋死 我 不能去啊 去了白宋死 走 走 不能去 英子 英子 英子真的不能去啊 你是对家 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不能去 英子 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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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白宋 白宋 让我来烧死他 老不死的 我让你跟马英一块完蛋 白 你个狗 狠奸 住手 司令 不能烧 放开了 司令 烧死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太太 不会给皇军增加任何荣誉 只会令他的儿子马英 变成一个亡命之徒 留下老太太 不仅可以制约马英 还可以诱补马英 请三思 我想说 这样的屠杀 只会激起中国人更大的反抗 白宋 死了 你们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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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子哥 狼猫 你们都来了 二伙也在 杜政委呢 杜政委一上县城 找县城的同志去了 那 俊江和小董呢 都打散了 二虎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马庄被涂了 马的娘被鬼子抓走了 二虎全家 都 我 我 你早林县 承防司令令 加奖 杨白春萨和刘正的萨 为皇军肃清早林地区 功劳大大令 是 杨三 你的 今后 小家人地区 实在地负责 是 六三 你的 早林地区 警备 连队长地匠 是 六三 你的 留下 其他人地 是 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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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的太太的 她大力好 今后 我得迷失地干活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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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是我杨白春 跟我太太的 打打的荣幸 打打的荣幸啊 太监 好 去吧 你 想 验 快 验 啊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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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现实啥情况 李泽 到 到村口去放手 是 外面到处都是刘忠正的密探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连个哨兵都没有 你们想让人一锅端 我要是敌人 你铁头有几个脑袋 也得搬家 李大娘 麻烦您在门口看一下 建英同志的伤怎么样 没伤到骨头 不害事的 介绍一下 这是县里来的吴秘书 我是马英 您就好 县知啥情况 现场被刘忠正破坏了 同志们都去送你了 我走了 明白 哪里 我要在设计 你才有座 都是军人 直率的教皇 是 你对皇军的忠诚 我理毫不怀疑 我理明白 如果没有你 我理不可能这么快 扫平扫林仙 谢谢 但是 以后在战场上 你你 还敢没看我 我看你的时候 就不会在你倒背了 司令 我明白 我是军人 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但是 我有些想法 还是要告诉中村司令 赵总 我对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 非常了解 就目前这场战争 我坚信 日军必胜 但是 我认为 屠杀 绝不是最高明的战术 留下的意思 是怪我 杀光了马庄的人 没有 我也想要 杀光了 我要武当兵 你 有没有 我 你 你 看你 可能 还会杀过他们 你还要打个手 你还要打个手 还有一个小方 老卓 你一直在尖试 因为我会有意思 老孟 你哭个球啊 跟个娘们似的 你自己先冷静点 刘桑 刘桑 你立 伸出你的手 这双手上 已经沾满了 八路军的血 中国人的血 刘桑 你已经不能回头了 你的一生 都将成为皇军的占有 刘桑 司令 这点我明白 当我竖起太阳旗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已经没有退路 奴隶战斗吧 只有更加参加 才能更快地活得上帝 刘桑 马英这个人 很厉害 司令 这场战斗 马英的武装力量 已经被基本消灭 我不会再让马英给我们添麻烦 马英 我剩下的勇气队 还在这一点 刘桑 一定 要尽快地把他们消灭 我已经派出几十名暗探 我想 三天之内 一定可以剿灭残敌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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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 是 阿玛 是 敗过 可从来就没有败得这么窝囊过 这次 我说 俺把游击队给打没了 还把马装的父老乡亲 和俺自个儿的娘都给搭上了 俺不配当这个队长 要怪就怪我谁 都怪我没有把杨大王宝杀掉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跑去告密 也不会有今天的事 都怪我这个老笨驴 是 二伙 大哥对不住你 那些死去的兄弟们大哥也对不住 杜正伟 你把俺枪毙了吧 不行 要毙 先毙我嘴 大哥 老孟 俺不怨你们 要怨就怨刘中正 这家伙 那就是仙子屁股 太毒 俺们怎么就没看出来 人家对咱们 那就是婊子送客 无情无义 二虎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别指散骂怀的 好 我我二虎说话从来不管抹角 就是因为你和刘中正 自行关系 你看我们兄弟们 这是什么样了 我和刘中正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 好 那天俺们走了以后 你跟他密谈了一个时辰 都谈啥了 他都没告诉你他投奔鬼子的事 二虎 你错怪剑没了 对咱 你也见刘中正 他还打枪打了刘中正了吗 打死了吗 你看见我看见了 就那枪 什么布劳宁 那是刘中正送给他的剑没礼 他拿那枪打刘中正 二虎 好说多了啊 要是没有剑没领着你们 你们能逃得出来吗 反正啊 狠树草草草 那就可以 小点声 外面都是敌人 二虎 我知道 你失去了亲人 难过 心情不好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你要是说我和刘中正是一伙的 我绝不答应 你如果认定我就是汉奸 现在就一枪打死我 算是给你家人报仇 如果今天你不打死我 以后你就不能再怀疑我 姐妹 你这是干啥吗 姐妹 别说你们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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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姐妹 姐妹 挺满意的 把枪放下 枪是用来杀鬼子的 别对着自己的通知 这 什么事 你怎么不 получ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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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君 俺家本说说 您找俺有事 师弟 我里叫杨嫂 帮你请来 走 走 不是你 这边 都走 不是你 不是你 你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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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 我 游戏 太想她了 她是谁啊 把头择过去 她在遥远的日本 大力 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十五岁那年 看到她 静静地坐在那里 被她的背影 深深地迷住了 那一天 她就这样 静静地坐着 太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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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太想了 太想了 她 在这儿 她 在这儿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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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马菜 李妓 太想去死了 很高兴能让中村太军想起您的爱人 你来干什么 说吧 想把我怎么样了 我真的很不理解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知道吗 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你看成我姐夫了 我没能跟你那块考虑人 感到个自豪 可是 你伤了我的心 你为什么会去当汉奸 你为什么去杀害中国人 这次是个意外 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 那应该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马英他们不自量力地 去附近日军侦察兵 导致中村要血血消加镇 我为了避免这场惨剧的发生 专门赶往萧家镇设下圈袋 就是为了逼迫马英他们投降 以免遭日军的屠杀 同时 挽救萧家镇一千多人的幸 可是 可是 由于中村这个蠢货 擅自开炮 破坏了我的计划 还有 马英这头蠢驴 死不投降 还向我发起攻击 打死我这么多民军弟兄 那你为什么要活着游击队 跟他们一起抗日不好吗 建成 你不懂 我们中国的国力太弱了 一时间根本打不过日本 我是从前线 国军作战部队下来的 虽然日军扬言三个月 灭亡中国有些吹牛 但是综合日军的实力 目前这场战争的正面作战 中国必败无疑 可是马英他们共产党游击队 根本不懂这些 只知道煽动老百姓 去盲目抵抗 那只会去白白送死 照这样下去 精血耗尽 只会使中国更弱 只会加速中国的灭亡 再说 我作为党国军员 本来和他们共产党 帮助军就不共戴电 就凭马英他们提着几条破枪 到处胡闹 只会招致日军更大的屠杀这条 我也要灭掉他们 那你的意思是 要我们跟你一样 也去当汉奸 金才 无论你怎么骂我 在我刘忠正的心里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而且我温馨无苦 而且我温馨无苦 眼下我暂时跟日本人合作 那只是权宜之计 因为我懂得 只有生存下来才能救过 才能最终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岳王勾剑 当年被吴王打败 他是投降 可是十年的卧心长胆之后 他打败了吴王 历史上没有人骂我 勾剑是卖国 现在我要做 可能比勾剑更加痛苦 也许需要比十年更长的时间 但是我无怨无悔 前卿这样对我 我可以理解 我不怪她 人辱负重乃是均民本色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 她会明白我的作用 而且会回到我的身体 我不赞同你的看法 中国那么大 人那么多 只有人 只是所诚意 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区区日本一个小国 怎么能打败我们 现在 你不懂军事 你也根本看不出 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悬殊 好了 今天我不跟你谈个这个问题 毕竟我的选择 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但是我坚信 总有一天 你会同意我的观点 来 毛茵 你怎么离开的不对 那啥嘛 哪个时候 不就那啥 不就哪个啥